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我们深信主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 今天早晨我们就用这首诗歌 来赞美我们的主永远的依靠 每当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使命符分与我分享 转身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执意不要忘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这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正是经历你 却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 尽快升级 就在不远前方 每当我 每当我 远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神秘符分与我分享 等身的渴望 每当有 不能记住的 你是你不要忘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这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 尽快升级 就在不远前方 那是谁叫每当我 每当我 远对风浪 你就在我身旁 神秘符分与我分享 跟神秘渴望 每当有 不能记住的 你只一步遥忘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这满无限期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这是尽力 千万的力量 唯有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 尽快升级 就在不远前方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这是尽力 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 都会 我尽力量 腌牵手信心 就在不远前方 让神做网掌权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不论遇到任何的风浪 直到永远 与我的主同在 耶稣 Colon 同聲開回來禱告 我現在的祈禱 給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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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祈禱 謝謝你今天找全聖地來到我們當中 充滿在海景當中 主啊 因著你 因著你在我的裡面 主啊 我宣告我今天裡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盡都順利 主啊 因為你是我的依靠 我沒有任何的懼怕 主 謝謝你將我今天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誓恩在我的當中 我相信主啊 今天會有美好的事發生在我裡頭 謝謝主聽我禱告 封子名求 Amen 親愛的弟兄姊妹 早安 歡迎你加入我們禱告大軍的行列 這是一個有福的行列 感謝神感動了你我 我們一同都在這裡 在這個禱告大軍的行列裡頭 任何的一個軍隊所要面臨的 我想最嚴重的就是懼怕 事實上不是只有軍隊的人裡面有懼怕 任何的人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都難免會懼怕 有的懼怕對我們好 比如說敬畏神 在原文的裡頭是懼怕神 懼怕神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是因為神給我們的界限 讓我們這個人不要欲越 神給我們的界限 那到最後的結果是蒙恩蒙福的 但是有很多的懼怕 帶給我們的人生 不是祝福 反而是咒诅 在前段時間我在小組的裡頭 又問我們中間有很多弟兄姊妹 就問他們說 在我們生命裡頭 你覺得你最怕的是什麼 有些人說我最怕蛇 有的人說我最怕人家 看到人家衝突 有的人說我最怕 我最怕人發脾氣 有的人說最怕死 那麼當然我也有怕的 我從小不怕蛇 也不怕蟑螂 我怕毛蟲 每個人他生命裡頭 懼怕的那個事情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懼怕 是幾乎是人人都懼怕的 人生的懼怕 有的人我想大部分人都怕窮 大部分人都怕死 怕病 怕老 怕沒有人愛 怕被人拒絕 我們的人生裡頭 充滿了很多的懼怕 當然這些懼怕是不好的 這些懼怕會把我們的人生 帶到一個一個皺主的光景 把我們人框在一個框框的裡面 讓我們好像永遠都要在 那個框框的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敢超過 超過的話呢 我會超過我去控制它的範圍 當然在我們的中間 肯定在想說 我會想 哎呀 我人生 我的神經都很大條 我 我不怕死 我不怕病 我什麼東西我都不怕 很可能 當我們在這裡說不怕的時候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時候沒有到 我們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 英國在二十大戰的領袖 叫丘吉爾 這個人在他八十一歲的時候 全英國為他舉辦了一個 一個向他表揚的 表揚這個丘吉爾的一個大型的聚會 不但全國有很多的代表來 充滿了在整個會場的當中 甚至從國際間也來了很多的政要 要來祝賀這麼一個老先生 要為他一生為這個國家 甚至為全世界所做的貢獻 但是沒有想到 當丘吉爾上來致辭的時候 他老淚縱橫站在眾人的面前 他說我已經走到人生最後的一個旅程了 他幾乎講不下去 他就哽咽著流著淚的 黯然低著頭 離開了他的講台 向著他的老伴他的妻子走過去 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樣面對這種狀況 許多的時候我們不懼怕 很可能是我們的時候沒有到 但是如果我們讀聖經 我們會發現神 他賜給我們的靈 是什麼呢 是剛強的靈 他給我們的心 這個心原文是靈的意思 他給我們是一個剛強的靈 仁愛並且謹守 上帝在舊約的裡頭 一再的他向以色列的百姓 當他們要進入迦南的時候 他向以色列百姓說 你們要剛強壯膽 他向那個已經過了約旦河的 在約旦河東是這麼說 到了約旦河西還是這麼說 他對約束牙說你要剛強壯膽 他對大魏說你要剛強壯膽 他對他的每一個他使用過的仆人 都告訴他們說你要剛強壯膽 上帝今天也用無數的神的話 在這裡告訴我們說 神渴望我們剛強壯膽 剛強壯膽是懼怕的反面 雖然我們人生可能會面臨很多的事情 但是感謝神 神給我們的應許 是在這個世上雖然有苦難 但是在他的裡面我們有平安 我們可以一無懼怕的來面對我們生命裡頭 各樣子的難處 那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懼怕會吞噬我們的心 懼怕常常會讓我們離開了神的旨意 我剛才講過 懼怕會把我們拘禁在一個非常小的範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懼怕 所以我們不敢跨越那個範圍 那個範圍是什麼範圍呢 是一切我手伸得到 我的能力可以控制的那個範圍 超越了我就不能夠去了 太遠的地方不能夠去 不適合我能力難以控制的一個場合 難以控制的一種場面 我也不能夠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 那是超越我能力範圍的事情 但是上帝要我們永遠要去嘗試新的 他生命裡面給我們很多的挑戰 他幫助我們走出我們人生的那個有限的範圍 上帝樂意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挑戰無限 你可以去跨越有很多生命裡面的界限 你過去認為這是我的舒適圈 我就在這裡頭我才舒服 但是上帝說你可以不斷地嘗試 為什麼呢 因為我給你無限的可能 上帝願意來幫助你 上帝願意來幫助我 但是首先我們要克服什麼呢 我們要克服我們心中的懼怕 那個懼怕是什麼呢 懼怕是亞當夏娃當他們犯罪了以後 所留下來的後遺症 那是罪的一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亞當夏娃當他們在伊甸園的裡頭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懼怕 那個時候沒有死亡 沒有疾病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們也沒有罪 他們來到神的面前 他們就是有喜樂 他們有平安 他們有一切從神而來的幫助 從神而來的祝福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懼怕 懼怕是當亞當夏娃 他們做錯了人生的選擇 選擇要愛自己 比愛神要多的時候 當他們做出這種選擇 那是一個悖逆的選擇 以至於人類就開始進到這個網絡 這個網絡叫做懼怕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勝過這個懼怕呢 除非我們要回轉來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想我們要讀一段的經文 就是在生命紀三十章第二到第三節 這裡面神透過他的仆人摩西 對以色列人所說的 他說你們要剛強壯膽 你們要剛強壯膽 講完了以後呢 他說你和你的子孫 若盡心盡心歸向耶和華你的神 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聽從他的話 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連續你 救回你這被汝的子民 耶和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 從分散你到的萬名中 將你遭聚回來 在這段經文 如果我們往後面讀的話 以色列的回轉 就會讓神也回轉 所以我們人只要轉向神 為什麼呢 因為亞當夏娃他們離開了神 我們採取的人生的方向 是跟神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刻 我們轉回到神的面前 神也會轉回來 上帝會轉回來 我們要怎麼樣轉向神呢 他說我們要愛神 不但是要愛 而是要盡心盡性地去愛祂 我們在思想的裡頭 要多多地去思念神 我們在性情的裡頭 在我們態度的裡頭 我們要更多地 常常要迎接神的旨意 臨到我們的身上 上帝就在這個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說 我就會回轉過來 當神與我們同行 當神的靈 靈到我們的時候 神的靈 是一個沒有懼怕的靈 我們懼怕 是因為我們遠離了神 我們的懼怕能夠得一致 是因為神的靈 靈到我們的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先回轉 神就轉回來 神也就靈到我的身上 也靈到你的身上 好不好 讓今天早上 是一個我們一同回轉 來到上帝面前的一個早上 可能你在擔心的裡頭 你怕很多的事情 你怕很多的事情 我剛才講的 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怕 但是檢查一下有沒有 那個是不是在你的那個 那個怕的名單的當中 如果是在那個怕的list裡頭 說神啊 我承認我是有懼怕的人 我要來依靠你 我要恢復與你之間的關係 讓我們人生因著沒有懼怕 而不再被侷限在那個小的範圍的裡面 而我們可以開始 跨向一個無限的可能 上帝要延伸你的家庭 上帝要延伸你的生命 上帝要延伸你的能力 上帝要延伸你的影響力 到一個你 你我不能夠去想像的地步 但是先讓我們克服 我們生命裡頭的懼怕 好不好 我們一同來到神面前來祷告 Amen 謝謝耶穌 Amen Amen 讓我來依靠你 Amen 讓我盡心盡益地來歸向你 今天早上你來向你 來說話 願意向你來 祝福 讓你來看我們 來看我們 我來看我們 我會給你 我會給你 這個人 可以用 我會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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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耶穌 主耶穌我要感謝你 因為當你臨到我的時候 你帶來的生命 是一個沒有懼怕的生命 因為你給我的不是一個 膽怯的心 不是一個膽怯的靈 乃是一個剛強仁愛 謹守的靈 Amen 在我的裡面 是有剛強 是有壯膽 Amen 謝謝耶穌 與我們同在 Amen 弟兄姊妹 當我們再次地來到上帝的面前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人 我們裡面有懼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天然有太多的災害 最近我們從新聞的裡頭 我們看見很多人搬到山裡面 很多人住在貨櫃屋的裡頭 有很多的人 家裡頭都準備了這麼一個萬用的 這麼一個箱子 裡頭有逃難的 有造明的 有吃的 有很多人就在家裡頭 就開始在做避難事 這個世代是一個充滿了災難的世代 但是基督徒我們可以在裡頭勇敢 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 上帝 讓我們看見這些災難的同時 祂要鼓勵我們 不但是我們不再限制在 什麼地方 好像飛機不敢坐 我們地方 什麼地方不敢去 因為山區有土石流 或者是到了海邊有海嘯 很多的時候我們就變成我們 把自己限制起來 但是不是的 上帝特別要在這個時候 讓我們到處去顯揚那個平安的福音 好不好 我們現在我們要特別為日本 因為我最近又去了一趟日本 看見他們在那邊災後的重建 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民族性的那種保守 不願意讓 就是他們在一個非常艱難的環境裡頭 但是他們不願意讓人來幫助 我曾經來到海嘯的地方 進到一個民房的裡面 妻子是一個已經做祖母籍的 她流著淚告訴我說 她堅持要留在這裡 為什麼呢 她說海嘯以前她的丈夫 就想整修這個房子 但沒有想到海嘯來了 把她的丈夫 她就在裡頭就淹死了 她僥倖跟她的女兒 還有她的孫子活著 她說我現在我要回到這裡 我要把我的房子把它整修起來 我告訴他們說 我們願意幫助你 她說我不要你們的幫助 我要用我們自己的力量 雖然很好 這個很棒 但是那個就是那個環境 他們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 他們裡頭有很多的懼怕 常常一講到那個海嘯的過程 就會流淚 好不好 就在這個時刻 他們的傷害還在 需要你我為他們祷告 我們需要為這個 我們在各個國家 尤其在日本當地 有很多短宣隊進去 求主高抹他們 求主使用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帶著聖靈的能力 能夠成為那個地方百姓的安慰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特別為日本的這個地方祷告 他們活在懼怕的裡面 他們活在傷痛的裡面 他們活在各色各樣子的那個恐懼的裡面 核災的那種恐懼的裡面 他們需要安慰 他們需要耶穌 我們為他們祷告 我們為他們祷告 讓聚怕的離開他們的中間 仇敵所設下的網絡 離開他們的當中 好不好 我們一起為他們祷告 請 Amen 主啊 我們要等到 我們要等到 求主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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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裡面有個安慰 讓他們的裡面 常常知道神與他們同在 主啊 我們等到 我們等到 讓他們裡面充滿的勇氣 哦 耶穌啊 耶穌啊 讓大家領導他們的中間 讓勇氣領導他們的當中 主啊 我們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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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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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書芬 請書芬 請書芬帶我們祷告 主耶穌謝謝你 你的榮耀 的國要降臨在這個地方 主啊 謝謝你 你要來敞開這地百姓的心 讓他們能夠更柔軟在你的面前 當他們聽到你的話語的時候 你的信息的時候 他們的心是被你得著的 沒有一個人是失落的 你也祝福在那地 神的百姓為你做工的 主耶穌 讓他們傳福音的過程當中 有那美好的國效 主耶穌 你要大大的動工 相信你有美好的作為 在這個國家 我們宣告日本是屬於你的 耶穌謝謝你 求你與他們同在 釋放人心 感謝你 這樣祷告是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們也繼續的為 在日本 他們嘗試在沿海海嘯的地方 要建立教會 求主讓他們 即使他們要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 都非常的困難 求主開路 讓他們能夠 福音隊可以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 教會能夠找到 可以租到的地方 甚至以後可以買到一塊地 可以建立教會 這些都是 目前在沿海 沿首縣 或者工程縣 都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但是 他們就是 他們有缺乏 他們也不願意賣地 但是 求主釋放他們 求主 轉變那些 就是讓神道教的那種咒诅 離開他們的中間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祷告 請 Amen 主啊 我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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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祗祢 各位 主啊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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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紧入带我们祷告 从你而来的恩典 要满满的浇灌在那块土地上面 主我们奉主你宣告 那咒诅要变为祝福 主一切的人心都要来归向你 愿神的国度临在那个地方 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方 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真实尽力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神奇就在所有人家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真实尽力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神奇就在所有人家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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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